他是乔治亚州第一位华裔市议员 质朴如雅 言出必行的风格 深受大家喜爱 四年的从政经历 使他对自己身为公仆而自豪 今天他又将代表华裔亚裔 向州众议员冲刺 让我们走进临沥正 Forses County在过去几年 是全美国开发密度最高的 跟频率最高的 所以他们无形当中增加了很多的住宅区商业 都增加了很多 这些人他们南北交通唯一的 等于是主要的管道 就是我们的141 很多居民他们在抱怨 交通拥挤的交通 在尖峰时间 这个其实是一个繁荣城市的困扰 对 那也 幸福的烦恼 幸福的 完全说对了 的确是就是幸福的烦恼 那在这件事上 你做了哪些呢 所以在竞选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主张 就是叫做 人行步道的连接性 也就是说这个步道呢 我们可以从小区里面 连接到图书馆 到学校 到公园 甚至到这个购物中心 所以住在这个附近的这个居民呢 减少质量使用 他们可能 我可能用选择用 既健身又环保的方式 既健身又环保的方式去购物 或者到图书馆 或者到学校 这是你当初竞选的一个执政的一个思想 对 是吧 那这几年有没有实现呢 实现了 实现了 我们每一年 就是说我 我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说 也是我提议 就是我们需要增加这个人行步道 那在这个 这四年当中 我们大概增加了 大概 八九英里 的这个人行步道 这个八九英里 在整个市里面算是很大 很多的 对 很长 因为每一年 我们都会放 这个预算在为人行步道 目前 其实这个还在继续进行 我希望 这个居民能够有最低的这个付税 但是我们提供最多的这个服务 对 所以 很多 这一类的这个工程呢 我们只能编列预算 每一年 就我们固定要做多少 对 所以其他的预算就不会碰到这一 还不能给居民太大的负担 是 我经常看到就是在那个人行步道上 好多人在那跑步 是 散步 对 是吧 非常一片祥和的那种感觉 悠闲的这种感觉 对吧 遛狗 在那一个风景线 有那种感觉 嗯 这个林议员 咱们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过一次大家华人很关注的立清场这个世界 你也是知道的 听说你在这个事件上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很大的努力不敢说因为这个我知道华人对对这个立清场有什么样的这个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觉跟担忧 的确这个立清场是一个等于是一个重工业的这个东西 污染的 但是同时呢我也觉得在美国这个财产资产拥有人的这个权利也是需要被保障的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这两者之间我们要取一个很比较 中庸合情合理的一个处理方式 因为我们我的想法就是如果大家反对 因为大家反对而就把这个人的资产权力都抹杀 这个也不行 所以但是我所知道因为我也跟这个这个立清场的一些人员也做过 沟通那我私底下也跟这个福塞斯凯迪的commissioner做了几次的这个电话沟通 基本上我我的我的这个想法就是我相信这个立清场他们愿意做这个这些新的邻居的好邻居 对 他们希望做一个好邻居 那我也很清楚的就是表达了大家担心的是什么事情 那很高兴的就说这个结果是大家对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的这个结果 那这个也我曾经有一个有一些华人朋友问我就是说如果大家就是集中起来到这个福塞斯凯迪的这个他们郡里面的这个议会里面发表这个会不会造成反效果 在我的想法我就非常鼓励大家 这一定要收出自己的声音 这是美国宪法保障第一件事情 你如果有不管结果如何至少你的声音被听到 对 所以那天大概有好几百个人吧 是 是对你们可能也在场对对对对我看有好几百个人那很高兴的就是这个结果是大家所希望的对大家希望的另外厂家好像通过咱们政府机关和他进一步的沟通他也达出了一种谅解是一种谅解就像你说一样他的利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也得到了保障是是是吧这非常好了对嗯 我要提的一点就是说呃当然我们在日处理任何一个诸如此类的这个事情呃千万不能太感情用事对因为我们永远要想到 如果你是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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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其實這個其實是我 所就是在華人朋友當中 所接到的 最經常被問的問題 對 那我想從兩點開始 這個做 對這件事情做一個說明 首先就是我們對 各層政府他們的功能 跟權限做一個認識 基本上John's Creek的這個市政府 所管轄的這個事情 不外乎土地利用 道路的整修 還有我們治安 然後這個消防 然後交通信號燈等等的 如果說針對華人的 在市級政府裡面 基本上是沒有 針對華人的這個 一些政策呢 除非是在聯邦政府 基本上是很少會遇到 那就是法律層面的 對 法律條文方面的 是吧 很少會遇到 特別針對某一個族裔 而需要做立法 一的是保障 或者是限制 這基本上是在聯邦政府的才會遇到這種問題 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我希望華裔亞裔的朋友呢 我們能夠擴大自己的政治視野 也就是說 把這個美國當個家 我們是主人 對 我們如果是主人的話 以主人的這個方式 來看待這個 周圍的一切 周圍的一切 然後我們應該做事情的 做一些做決定的這個基準 以主人的這個角度來做決定 高度就更高一些 是 這樣子的話 就不會有有一個 好像我們在這做客 因為你有在做客 才會 才會覺得我被對待的 公平不公平 公平不公平 我如果是主人的話 我就不存在 沒有這個心態了 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估計你也不會當選市議員 因為你代表的 華裔或亞裔群體 只有20%和30% 70%你都不代表 是 其實某種意義上講 我不知道林議員 這樣理解對不對 就是我們亞裔 我們華裔 選出來的一個代表 讓他作為議員 或者作為更高層次的一個 一個執政官 然後並不是說 他就是代表我們的利益 而處處維護我們的利益 而是他代表我們的文化 代表這一群人的價值觀 和文化的東西 在一個高度 服務於整個城市 對 我同意你剛剛講的話 華裔的利益 絕對需要維護 對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說 維護華裔的利益 與其他的事情並不衝突 不衝突 所以 而且是在 在四級政府裡面 基本上 華裔的利益 其實跟 多數的族裔是 是一個交集 對 並沒有只有就是 維護華裔的利益 就會損失其他的人 嗯 並沒有很非常明顯的 一種對立 是 好的 林元呢 你作為這 這馬上參加 州議員的競選 你覺得這四年的 市議員的斷裂 為你參選 州議員 甚至以後在 州議員這個位置上 為社會做更多的服務 有哪些幫助呢 有的 因為這四年來 就是 幫助我了解了 就是政府 部門操作的這個模式 像我剛剛提的 跟私人企業是 不太一樣的 不一樣 公正公平公開的 這個原則 所以 在效率上 一定會稍微慢一點 這一點其實 對我來講 也是 一開始非常不適應 但是後來就 也慢慢習慣了 也了解 為什麼需要 因為 你為了要保護 保障一個更重要的 一些更重要的 一個價值 對 所以 需要犧牲一下 這個 這個效率 提高成功率 減少失敗率 競選 州議員期間 這個時候 你的政治理念 最主要的是哪方面 你給大家介紹一下 是 因為我是 這個 從商的 第一點就是經濟發展 我認為經濟發展 是一個 不管是 在哪一個政府部門 或者在哪一個 完全沒有地域性 對 是一個到哪裡都需要 因為你要有經濟發展 才能創造就業 對 創造就業 地方才會繁榮 是 那繁榮 人民生活才會 幸福 更穩定 所以這兩 這兩件事情 是我希望 在 第一任期 就可以做出一些 相關的這個 政策 來就是 促進這個 喬治亞洲的經濟發展 跟這個 創造就業機會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我覺得我們需要投資在教育上 那教育不外乎 這個 提高 這個 這個 老師的這個 薪資 因為現在 我們如果認為 下一代 就是我們的未來 我們的未來 是那麼重要的話 在教育 我們下一代的 這個 這些人身上 我們需要做大的投資 重賞之下 必有勇夫 如果我們這個 薪資水平 到一定的這個 高度了之後 絕對能夠吸引到 人才 因為教育人才 我們未來的下一代 是靠這些人 來 教育出來的 市議員和州議員 在 行使他的職權方面 可能還有很大的區別 嗯 在這方面 你準備好了嗎 我是主張小政府的 這個 小政府低稅富的 的人 所以 很多我們做決定的 這個原則 就是希望 能夠 人民能夠 自己做的事情 嗯 我們 政府 能夠盡量不插 不插手 因為政府一旦插手 就 就會造成這個 這個 就像我剛剛說的 政府做事 效率 效率 跟這個成本 一定 一定會比私人 要高 要高 所以能夠私人企業做的事情 盡量讓私人企業做 這如果是小政府 無形中就會提供 很多需 在這個整個社會大環境裡面 需要做的事情 就會被這個私人企業 對 給取代 嗯 那如果這個私人企業取代了 無形中是不是就創造就業了 就業了 對 林源 其實從政啊 是一項 呃 說 呃我們口語話 就是吃力不討好的事 你的收入 我估計比 比你以前自己做公司 要少很多 但是你付出可能會 要高很多 呃 那你怎樣去看待了這件事呢 我到美國已經33年了 在這33年之中 呃 我覺得這個國家 給我們這個第一代移民 太多 太多 我們沒有辦法反 沒有辦法回饋這個國家的事情 那在 在 在我這個人生階段 因為我們現在我跟太太都是空巢 空巢 孩子都已經離開家了 嗯 那在這段 在這個人生階段 我覺得是一個 黃金 就是 從事這個公共 呃 服務事業 一個黃金黃金的時間 比如說你未來的10年 有什麼樣一個打算呢 未來 未來的10年其實 呃 沒有什麼打算 因為我們其實也滿 接近退休年齡 這個 呃 政治生涯有開始 也也有結束 那開始 很多人可能是莫名其妙的開始 我也是其中一之一 但是結束呢 我希望有一個 呃 很好的成績單 給大家一個交代 你人生的歌言 你最欣賞的那句話有沒有 呃 有的 all t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evil to rule this world is to have enough good people to do nothing 在 這個世界上 如果 只要有足夠的好人不做事 魔鬼就可以統治這個世界 是 BGM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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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